联合國安理會22號以13票贊成 兩票棄權通過人道救援 避免加薩饑荒的決議案 人們在 favor of the resolution of the document S-2023-1029 請請舉手 抬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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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继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 13国赞成 美俄两国弃权 使大量提供加萨人道协助的决议案 顺利通过 而决议是要求以色列与哈马斯交战双方 允许国际社会安全不受阻碍 大量提供加萨人道主义救援 在此同时 以色列还是持续扩大地面攻击 进行激烈巷战 扫荡加萨中部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